港股昨日先揚后回,并再展开恒指二万点关的攻防战,开始之初,恒指高建二万零二百七十二点,将一百零一点,即为全日最高指数,其后就逐步回远,淡有顺积行动,将声势压下,并挑战二万点防线,最低建一万九千八百九十点,跌二百八十一点。 这时手土之兵出动,与淡有欲搏增持,但建行只在二万点关上下穿梭,震上震落,收市报二万零一百一十六点,跌五十五点,成交不足千亿,只有九百五十五亿元。 市场昨日最多人谈论的是中央召开电话会议,提出调动所有的积极因素以稳住经济大盘。 由于疫情的影响,经济有下行压力,情况严峻。 所以非要采取措施稳经济不可,从股市的角度看。 波动虽难以避免,但因已处低位。 手土的有因应该不低。 概要股市太过激烈波动,会对市场和投资者构成心理压力。 对保持信心没有好处,亦有违稳定大盘者一大局。 名乎此,投资者不必过度坦剔不安。 应相信中央一定可以克服困难。 稳住经济大局,过去中央讲出来的事,从来都示言出必行者。 所以我深信今次也不会例外,回说港股,观望气氛特浓, 意中事也,港道支持区,我认为可伸延至19,800点。 即19,800-20,000点。 皆为支持区间,这样对好友来港,更合理更公平些。 昨日所见,公用股,航运股,航空股,银行股表现较佳, 公用股的中电00002,电能00006,港铁000066等,都有串进。 航空股受惠于政策补贴,连国泰00293也有2%的上升。 至于银行股,则个别发展,本地银行以中银香港02388最强, 升月30元关,收30.25元,涨1.7%,其母公司中国银行03988液升一仙, 收3.08元。 此外,汇控00005克服回套,最终能延续升势,收51.2元, 涨0.25元。 内银股中,做好的环友建行00939,中信银行00998,交通银行03328, 油柱银行01658等,银行股有买盘,主要原因是业绩不错,周息率高, 实属稳健支损,科网股分开两条阵线,一条事业绩平平而无适派者, 下跌是无可避免了,另一事业绩符预期,部分有适派, 于是有买家支持而上升,如网209999,快手01024等, 至于美团03690,阿里巴巴09988就继续下跌,阿里一度跌破80元关, 低建79.65元,收81.1元, 凝跌1.5%,中上所述,稳阵投资, 还是选银行股为宜,中行,中银香港,中信银行可列首选, 关注テク操监视频的节目 都会放名关注宾的什么瘠割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